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号称台湾政坛小辣椒的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8月初宣布参选台南市立委 挑战国民党最艰难的台南选区 当时台媒报道 蓝银基层民带对此多表达肯定于敬佩 国民党台南市议员七连霸的洪玉凤 是台南最资深的议员 他当初与同党议员王家珍 林燕柱都是力挺洪秀柱的铁粉 洪玉凤敬佩他这次愿意到台南艰困选区 参选立委的决心 洪玉凤表示台南市在立委选战上 多年来只有民进党一种声音 洪秀柱有高知名度 他勇敢男征 能够激励蓝银基层支持者 未来竞选过程中 能让国民党有更高的生涯 经过两个月的办票形成后 洪秀柱坦言是人生最艰困一战 但仍以身作则 坚持带头为年轻人示范 重点发掘培养接班人 外界关心台南立委选战 是否是洪秀柱人生最后一役 洪秀柱认为人生的战役很多 不只是选战还有各种挑战 在面对各种挑战时 永不戏内永不放弃 一直到眼睛闭上为止 这才是人生目标 洪秀柱坦言卸下国民党主席职务后 一直在为党培育年轻人 台南这场选战是人生始料未及的一役 是人生最艰难的一战 因为在国民党最艰困的地区 打选战非常辛苦 但越困难越要去开箱辟土 接受挑战 给年轻人起带头示范作用 我这年纪都敢去冲撞 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为 洪秀柱表示 台南立委这一战不论输赢 都会积极培养后备接班 把重点工作摆在发掘年轻人这件事上 integr论 怎么20 什么 Egg